特别感谢常规生跟我讲过 就是说我就明白说这个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压力当 因为我们会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期望 我们觉得这世界应该 怎么会跟我们想象差那么多 为什么那么黑暗 那么邪恶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说 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 因为就是说这个本来 就是说就像我们说 如果没有光的话 这世界本来就是黑暗一片 就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坏的这种 所有的邪恶事情 如果你没有正义的人 没有我们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它们不代表它们不存在 它们永远都在那里 只是因为像郭先生像一道光 他把这个东西 黑暗的这些引擎照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 原来这世界这么肮脏 所以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们与这个世界 我们其实是 很多时候我们这些 我们因为这个承受很多压力 很多这种压力的行 我觉得都是我们要把它 看成一个正面的东西 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是做光做炎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的磨难 苦难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这些 我们锻炼我们自己的意志力的话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看清这个世界 然后我们不与他们这个邪恶为物 让我们 我们也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警醒 让我们提醒自己 我们要永远的这个 以光在一起 以正义的力量 与神在一起 那这过程中 我们才可能胜过这些邪恶的东西吧 这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 总结的话 好 好谢谢 好 那我们就今天早就下车 下车再见 谢谢 谢谢参考